机场涌入大量旅客 各国公民习家带卷 准备离开黎巴嫩 随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导 和以色列的紧张情势急速升温 传出这回老大哥伊朗 甚至可能要自己出马了 不过根据美国媒体Axios报导 由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预计 伊朗攻击以色列的时间点 最快就会落在当地时间5号 目的就是要报复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 在德黑兰遇此身亡 以色列已经开始为伊朗发动重大报复行动 做准备 美国方面美军司令库里甚至也抵达中东 战火一触即发 纽约州一名州议员更在社群上透露 华府的披萨指数异常增加 暗示美国政府机构的工作量大幅提升 暗示可能即将有大事发生 TBS新闻总和报道 TBS大运动家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